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真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谓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三十九点广结众缘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欢迎订阅 明目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